好 那我們這一題很重要 我們今天要來算的就是 2019年年的真命天子在哪邊 唉 這個問 歡迎光臨 仰呼TV 2019的開運計畫塔羅整聊室 我是你的戰星塔羅斯米薩小姐 哈囉 大家好 好 那我們這一題很重要 我們今天要來算的就是 2019年年的真命天子在哪邊 唉 這個問題實在是 每個女生 尤其單身的女生應該都是 心都選在這裡 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遇到我的真命天子呢 好啦 我也不例外 同樣很關心這個問題的答案 但是呢 今天在開始算之前 要跟大家溝通好一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先講好再來算齁 就是說今天我們不管算出來是任何答案 我告訴你你在哪邊可以遇到真命天子 我都請你自己要做一點努力好不好 如果我們想要重頭彩的話 我們至少要出門去買一張彩票是吧 好 那我們要開始囉 這裡有四張牌 A B C D 那我們現在在心中默念 我是誰 我的名字 我想要知道2019年的真命天子在哪裡呢 在心中默念五遍 然後選出一張牌唷 那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話怎麼辦 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話 這個問題也是可以問的喔 那就代表說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是 這四個是有四種不同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跟你的現在的另外一半 多多去那個地方 其實會讓你們戀情有回春的效果 就彷彿齁好像就是熱戀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選到A的人 你的真命天子 2019年即將會出現在哪裡 答案就是 登登 錢幣3 有抽到錢幣3的小朋友嗎 好 如果你抽到錢幣3的話 代表你2019年的真命天子 會因為工作而認識 啊 工作認識不好嗎 什麼同事 其實他不一定是講你的同事啦 其實是因為工作的因素而認識 所以不一定同事啊 所以呢 是不是代表你2019年 只要有應酬你就必去 你不能推脫任何的應酬喔 而且是罪功之一不再久啦 你並不是要去因為認識事業的夥伴 而是看看說 你在這樣子的一個交際應酬的場合 有沒有機會去認識 就是有一點機會的對象 所以啊 不只是開會出差 然後應酬 或者是因為工作而產生的研討會啊 一些進修的場合 你全部都需要去喔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發揮一點聯想力 我說工作的場合 所以只要有關於你的工作 你的事業都是OK的好不好 都在我們這個大範圍之中 都是關鍵字是對的 好 那我們來看 如果你選到B的話 你的真命天子會出現在哪裡呢 答案就是 這個是世界牌 好 那世界牌呢 它本身也是一張非常活躍的一個牌 它很大方 它很活躍 然後它身邊有很多喜歡它的人 所以如果你想認識真命天子的話 你可能要多去朋友之間應酬的場合 就比如說朋友要找你去野餐 你就勢必得去 但是其實有時候並不一定是說 它會出現在你這個局 而是說你在野餐當中有認識不同的朋友啊 那朋友的朋友或許知道你的訴求 都還願意再幫你介紹 所以有一點像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朋友推薦 因為朋友介紹或是因為朋友的一個 相聚在一起的一個活動 而認識的人喔 所以希望你2019年也可以 你自己當主就好了啦 因為有時候你等朋友來約 也不一定得到 那你既然有這樣的訴求 你就自己當主就啊 然後把你的朋友約約 然後跟他說 你要盡量去帶單身的誰誰誰來啊 那大家呢 如果這樣的意思 一定會在其中默默的 想辦法幫你湊合一下 自己要動一點的心思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如果你抽到C的話呢 你的真命天子會出現在哪裡 答案就是 登登 聖杯七 好 聖杯七呢 其實是一張 若有四五喔 然後非常浪漫 然後好像又有點模糊不清的一張牌 他在我們的現代生活當中 指的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 網記網路 對 它有軟體 對 如果你抽到C的話 我們先不要有先入為主的意見 很有可能就是出現在這軟體當中 有 有 所以每個都要下載 每個都要下載 好啦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有 你喜歡星座 那你就去加入星座的社群 因為現在有很多 比如說雙子座社群 獅子座社群 然後在這樣的社群裡面 大家都是獅子座寶寶嘛 所以就是其實會 有很多共通點 在那其中或許你會覺得 也有不錯的對象 或是說 其實大家交個朋友聊著聊著 好像還有下一步的可能性 所以請2019年 是不是多一點心力投注在網路社群上吧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如果你選到第一的話 你的真命天子會出現在哪裡呢 答案就是 登登 太陽牌 太陽牌也是一張非常有溫度 非常光明燦爛的一張好牌喔 那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2019年你要去路跑 哈哈 好啦其實不是路跑的意思 就代表說 2019年你的桃花對象 是非常陽光的一個人 所以陽光的人會出現在哪裡 會出現在戶外活動 他不會每天都待在家裡打電動的 好嗎 然後啊你還可以去思考 欸那些陽光的人都會出現在哪邊 不一定是戶外場合 如果如果要說健身房也是可以的喔 所以呢 你如果你也想要健身 你也想要運動的話 或許你可以找一個健身房 然後你就要 嗯 一邊養成運動的習慣 然後一邊去搜尋看看說 欸有沒有時常也在運動的人 然後就是偶爾看他一下 看他有沒有在看你 所以我覺得你就陽光一點 然後去動一動身體 然後去感受一下這種 陽光型桃花的這種活動 然後就會在其中認識到 你覺得還不錯的對象 就是2019年的桃花運 希望大家2019年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真命天使還有真命天女 好啦總之希望大家2019年都可以 順利的找到你理想的另外一半 那我今天說的方法你一定要回去試試看喔 好不好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要種彩券你也要去買一張彩票 所以就算是抽到我們有桃花 桃花在哪裡 你還是要要付出努力喔 好那我們以上呢就是 YahooTV的2019開運計劃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的開運節目 那我們就其他節目見啦 掰掰 訂閱我們的頻道 隨時收看新影片 點擊右方影片欄還可以觀看更多喔 Yahoo 蜇可睜 F恢復 F恢復 Excel혁 F恢復